為什麼這些核廢料出去之後 它回來還是廢料 然後我們要花那麼多大稅人的錢來念這個問題呢 所以我們認為這筆預算根本就不應該花 而且應該大家一起來討論 接下來目前放置在核熱場那些外面的那些高階的燃料棒 接下來要該如何處置 而不是只是想要把它送出去國外而已 謝謝 現在其實台電在昨天給大家的回憶裡面很明確 它怎麼寫的 它說我們在質疑它說你現在幾乎只有把核廢料送出去的做法的規劃 到底它20年後回來你要怎麼儲存它 用什麼設施儲存它 存在什麼地點 你一個完整的規劃你到底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一個這樣負責任的完整規劃的話 你憑什麼現在就把核廢料給送出去 昨天我想台電給大家的回答很清楚了 他現在就是兩手一摻 他就是沒有任何的計畫 他只跟大家說20年很長 你讓我慢慢想慢慢找 我想問大家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處理的做法嗎 不是 很清楚齁 未來很有可能會不會像現在一樣 其實他依舊找不到做法 找不到存放的地點 找不到好的方式 只是繼續用一種暴亡命上攻的方式 跟大家說 如果你不讓某某地方 你不讓我放的話 那我們未來可能會跟法國之間 國家之間違約 那台灣會遭受到很嚴重的 也許貿易的制裁 國際關係的制裁 那請你讓我放吧 用這種暴亡命上攻的方式 我覺得未來這樣子的可能性 其實非常的高 如果他現在不把這些整個的回運的計畫 跟地點交代清楚的話 機會非常的高 那很明顯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昨天在給大家的這個說明裡面 也說了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核一核二的燃料水池即將要爆滿 可是我們在這邊想點出一件事情 我問大家 燃料水池的爆滿到底是誰的責任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想先問大家這個問題 燃料水池的爆滿是 反核朋友的責任嗎 是反核的朋友造成這個問題嗎 很明顯不是喔 燃料水池的爆滿 這就是因為在這麼多年以前 這些核能的開動者 核能的設計者 做度的樂觀自己核能技術的發展 所以才造成燃料水池設計的 這麼樣的影響 才會衍生下來的問題 後來 當台電要再提出進一步的 核廢料處置中期的規劃的時候 又因為他們執行跟規劃能力的不足 無法滿足社會或者是靈幣的社區的需求 或者希望 所以才一拖再拖 拖到現在大家還沒有一個好的方法 這種種的都是這些核能的推動者 跟核能的設計者 尤其是台電的責任 但現在好像 我們不接受在圖裡的方案 就是我們造成缺電 這樣的說法 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 我們